2018年印尼亚加达亚运首次引入电竞为示范项目 6月12日比赛陈半方之一的亚洲电子体育联合会的主席霍启刚表示 希望借着示范赛的机会 争取把电竞列入2022年杭州亚运会 也争取列入2024年巴黎奥运会与其他传统项目看齐 在本届亚运会之前的电竞东亚区自个赛 于6月在香港举办 汇集了来自中国、韩国、日本、中国香港、中国澳门 中国台湾6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 霍启刚表示 香港能够获此殊荣举办赛事 说明香港在电竞行业很有优势 据了解核共有27个国家及地区报名参加本届亚运电竞示范赛 霍启刚称 每每看到身穿中国香港对付的选手 为国为港争光的时候 内心的感动之情便油然而生 我觉得电子体育的发展 或者电子体育的健康发展 可以这么说 也都需要借力于澳门的精神 我觉得这个是双方可以互利的 其实我觉得参与阿云奥运 运动员不一定是拿到金钱的报酬 我觉得对他们一个是精神的报酬 是为国增光 为港增光的一个榮誉 其实每次看到比赛 看到穿着个套 像 Turning Hong Kong China 我都会觉得很骄傲 都是代表香港出战